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可能当当好 今天大跌200多点还能够抗跌 实属不简单了 所以要看您是怎么样个位阶 刚刚高位阶讲过了 那么中位阶解释 为什么这叫中 基本上中位阶 它的股价工 它压回空间是有限的 先来讲这个 它的股价就是在起涨的过程 它是比这个慢 时间坡慢很久的 就大牌已经来到新高 对 它是第二波上涨的股票 第二波上涨 然后它涨是不会那么快 不会那么大 就是慢慢走的格局 是走一种涨势隔离线 我待会在里面讲 好 它的走法我先确认一下 因为我们必须要教观众朋友认识这个 中位阶 什么叫中 大盘黑色涨到这边这样涨 你的股票竟然现在是在这 大盘在这 你在这 就像高位大哥站在这 然后我人是这样 我上看 我就是中位阶 咱听懂意思吗 中位阶股票怎样个特色 来 好 它的原价在这个地方 它的价格续供 它押回的空间是有限的 股价续供 对 它股价续供的时候 它押回空间绝对有限的 它不是那种正乖离过大的股票 你必须沿着十日均线 或是跌破十日均线的时候 低档支撑就找买点 你看哦 这边是十日均线 月线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这边十日均线跟月线 这边十日均线破就要买了 那第一位接的是说 它在后面落后补涨的 它只要是一个价格走多格局 要品质操作法 要品质操作法 我待会会解释 品质就这样 好 这样子 一个品质操作法 一格一格一格的操作 品怎么是这样写 品质这样子写没有错 品质三个品 就是说它是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 用这个方式来带出品质操作法 所以你的品质就是三个口的操作法 对对对 不一定是这样 对对对 只是写一个标志而已 就是品质 口质操作法 三个口的操作 每逢获利的这个说 每逢利空大跌的时候 就是品质操作法 最好布局的买点 我待会都会讲实例 所以给我大哥确认一下 第一位接 大盘来到这个位置点上 它涨这么多 结果我竟然相对于大盘 还在那个8523的第一位置 这个看大盘看起来好高 所以时间拉长 不论你是用日K周K或月K 拉长之后发现我的位置是跟大盘比较偏低 这叫低位接 对 好 那操作部分呢 我归纳一下 请问 如果是高位接的 不追 时日线月线在这 等拉回才是好买点 对 中位接 因为呢 拉回空间有限 对 它又沿着时日线走 对 所以呢就沿着时日线或月线坐 完全正确 好 第一位接很简单 因为它慢慢的要反弹起来 所以您就装三个口 它会一接一接一接慢慢爬 对 我懂你哦 完全是这样 好 了解三个操作策略之后 下我概念股教学了 好 来我们第一个看茂莲 茂莲KY是做车用电源的管理线 那么为什么要沿着五日军线操作 它是高位接的嘛 对 好 那1357占买 246占卖 这个懂吧 不懂 是不是上升轨道 1357占买 246占卖 是不是 洪志这样讲 土土土 他在土啦 要了解葵葵大哥 还颇有学问 所以呢 1357要买 246要卖 就是这个了 来 回头看 我以为是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是这样 然后你看核大是一个 齿轮跟轴类 都是一个电动车的基本概念 好 我们看这两档股票 好 茂莲核大教学 你看啊 如果是这样子 有没有 1357买246卖 管理过大的时候 不大的时候不追 但是在十日线 或是月线的时候 都是一个波段的买点 可是大哥在乎的月线 我帮您话 他包括了十日线 现在股价在这 这样管理太大 不追哦 他一定会回来 碰这个线或碰这个线 碰这个十日线 拉回再来买 然后1357碰到 246再买 1357碰到再来买 第二个教学 再看第二档股票 核大 你看核大也是这样 其实你把它长线这样画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比如说 这是1 这是3 这是2 这是4 就1357 你看他管理过大的时候 有没有 他也是会拉回到 十日线跟月线之间 有没有 看月线这地方 开回这样 所以这叫1357 246买 果然真的 他讲对了 因为那个 在高位阶的时候 如果要走上升 蟹型 你可能要抓到 他的tempo 中位阶两档 来看洪海跟洪准 洪海本身是电动车 整合的龙头 也是苹果车的概念股 然后洪准 它是电动车里面 铝美合金的供应商 就是车壳的供应商 其实它也是MIH的概念股 它已经出货给BNW 这是洪海的电动车 整合平台 对对对 整合平台 没得引洪海 对来 那上升轨道的走势 掌势隔离线支撑布局 什么叫掌势隔离线 好我们两档都看 没关系 2317的洪海 隔离线要交一下 掌势隔离线 所谓的掌势隔离线 就是说 它会有种 很奇怪的走法 有点像阶梯 对它会这样 它就是一阶 一阶 一个掌势的隔离 您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箭头 只说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可能是头脑有问题 掌一阶 掌两阶 只给你看而已 因此你看 这种股票 来导播清掉 你会发觉说 这种股票 其实它回廊的空间不多的 它几乎回到十日均线 它就是一个买点 真的耶 你看 沿着十日均线走 国大科刚不是中卫街交吗 它永远不会跌破 短地均线 沿着四线走 所以靠近这 它就不要破 对 你就是配合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惯性 你就是配合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这样走去 配合的做 好 第二档中卫街 红准 红准 有没有看这波拉上来 它就在这边休息了 其实它是第一个阶段走 它是刚刚开始启动的 那它一定有什么基本面 去支撑 那短线上 你可以在这边高出 低进做价差 你也可以这边低买高卖 那基本上这些股票 都是一个卫街 一个卫街 将来这样走的 所以这叫做隔离线 隔离线 展示隔离线操作法 展示隔离线 说白话一点点 其实就有点像阶梯 我现在在一楼爬到二楼 爬到三楼 爬到四楼 那你就抓它的惯性 对 好 低位节 低位节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讲说广宇 因为在红海 这个红海讲完车用电子之后 它就把红准推出来 又把广宇推出来 因为广宇是 也是这个平台的概念 它低价指标股喷租 它是低价指标的喷租股 所以将来 如果你要看电动车概念股 会不会持续走长 这个是一个非常参考的一个股票 那它电动车的连接 它是做电动车 连接马达高压速线 所以这个也是 所谓的热门的题材 那它这种股票 本身它讲 它是多头格局 用品质操作法 待会解释 拉回支撑在买方 然后呢 滑邦店本身 它是车用电子 那在这个地方 将来 它是前一阵子 即所谓的红准 即所谓的广宇之后的 它加入了 所谓MIH的平台 它做了一个低论是参与者 那它最近加入 其实有一个重点 是各位要注意 就是说 第一个 它获得了国内唯一的一个 ISO 26262的认证 这是电子 还手认证 对 这是里面 在车用里面 安全认证里面最高的 国内第一家获得 广宇来 对 我再补充一点点就好了 好吧 那个地方再补充一点 这地方除了获得这认证之后 它低论将来是缺货的 未来的那个车用电子 会造成低论需求大增 所以要特别 今天媒体有写了 低论未来三年都会很缺 对 仅供您参考 好 我跟你讲 有些时候股价会预先反映 对 说到这 好 你看 广宇 广宇在这边 我们如果说把这边画一个品质 我们再找这边画一个品质 我们再把这边画一个品质 伯伯大哥那我问您 请问 这个三个框框 三个品 对 伯伯大哥教 品质上这样写 但是品质的操作是三个口 这个刚刚刚的趋势隔离线 哪不一样 其实有点类似相同 但是为什么要讲品 因为中国字这个字没有这个字 所以他是取品质 或是你可以讲成田字操作法 是一个稻田的田 OK 那这种品质怎么做呢 来开始 好 比如说 他在这个阶段整理的这个阶段 你就在这个阶段操作 他如果上来之后 又从这个阶段整理操作 那你就在这个阶段操作 他现在这个地方整理 又在这个地方整理 你就在这个地方操作 在这个地方操作的意思是 拉回来第一买 东高卖 永远都这样子 对 但这个一个重点 当你突破的时候 你就要去追 当你跌破的时候 你就要停损 所以这个上缘过了 这根红黑棒 就追 失败喔 就追 买点有两个 这个地方是第一买点 这是第二买点 但是跌破就要停损 如果灌破这边 就停损 灌破这边停损 那不然如果品质口词继续走 就是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一直做 对对对 如果说他再上去的时候 你就突破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这边是不是有买卖一次 对啊 这边是不是又有买卖一次 对啊 总比在那边耗时间 这两趟其实价差累积是很大的 如果他运气好一点 他走半个月一年 那你就做半个月一年 就是一直这样 对一直做 一直赚价差 对对对 好最后一档楼 滑邦店 你看滑邦店也是一样 他在这个阶段是这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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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常这种股票就是两个买点 一个就找当时波段区间的相对低档去做买进 相对低档去买进 第二个买点是突破的时候去做买进 懂了 这样懂我意思吗 相对低点买进 然后将来如果有一天 这个高点再突破又配合基本面又是追买的空间 好感谢葵谷大哥超级赞的 谢谢您请回座 跟您做一下报告 我们待会儿呢 透过了股票用周月K角度时间拉长 你就知道高位阶用月K时间拉长来看一下 因为他是相对论的 什么叫做高位阶茂莲 这叫高大盘也是创立的金高 然后中位阶红海 大盘在这儿 他已经来到这儿 中位阶 低位阶滑邦电 来看时间拉长一点点 大盘在这儿 他这样够不够低 低 所以懂不懂了 这个车用链子 电动车相关概念股 都都不得了 所以不是每一档都是很好 错 麻烦您先把自己手上的 电动车概念股分一分了 高位阶 中位阶 低位阶 操作策略应对大不同 高位阶不追 因为正关力都会太大 等它回测的时候 靠近时日线或月线的时候 再来买 中位阶比较简单 因为它会沿着时日线或月线 沿着它走 线到哪里 您就买到哪里 一样的 那低位阶就比较有机会 因为它是品质的方式 这一阶低买高卖 可是来到第二个口的时候 突围的红棒是第二买点 就这样来回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转到它很多口 你就可以转很多 以上的结论第二章 刚刚的教学 口味大哥都说了 结论给您最下分享 口味大哥没错吧 完全正确 谢谢您进广告 回到现在之后 下一个大主题 就是你知道吗 大盘今天大跌 很多人就会怕了 那我就说买台积电 宏海台达电 到底对不对呢 说实在的 今天是第二堂课 昨天麻烦临终把台湾四座护国神山 昨天追的是红海联发科 有包这两座山的ETF 把它抓出来超级比一比 今天麻烦建成 追另外两座山 有包台积电 台达电 这两座山的ETF 各抓出来超级比一比 钱不多 只能挑一档 我要选谁呢 还有告诉你 更好的是四座山 全包的 全部都包起来的 总共有四档ETF 这样子你不用单挑一档股票 风险大 包起来不就偏安全吗 也可以当避险 哪一些挑谁 让建成告诉你